下面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5号表示 随着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预期美国今年通膨率将攀升到3% 但强调这只是暂时的 叶伦还说拜登应该继续推动4兆美元支出计划 即使这套计划可能引发通膨 并延续至明年也可能引发升息 台湾半导体测试大厂晶圆店 6号员工筛检全部完成 累计移工与本国级员工 染疫高达195人 昨晚也降载重新复工 董事长李金工首度坦承 这次移工造成大规模染疫 并影响到停工 逢则大厂染疫被要求移工停工 不仅影响晶圆店 超风6月营收 对联发科业绩冲击 很有可能比先前评估的更大 因此因应半导体台股可能的变化 外资模拟三种剧本 包括有经无险市场恐慌 以及高度恐慌 需提防本周台股季县保卫战开打 澳洲线上协作软体公司 艾特莱森分析发现 去年4月到5月 全球多国既封锁限制后 和同年1月到2月相比 全球65个地区上班族的每个工作日 平均延长30分钟 此外员工工作形态 也倾向长时间作业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导 未经许划 当然 未经许刑 未经许划 곡